又快到了台风季节 秀林乡公所在水源村举办111年度防汛抢险防灾演练 而华联县政府记政黄武道 华联县政府水利科长张世佳 秀林乡长王玫瑰亲自到场指挥演练 111年防汛抢险防灾演练参与单位 除了秀林乡公所各业务相关单位之外 华联县府秀林乡民代表会水利署地球河川局 华联县后卫指挥部台水地球管理区 台电华林营业处消防局大队自强分队 吉安分局秀林乡卫生所 秀林乡九个村的村长村干市各协力厂商一同完成这一次的演练 我们希望能够从整个演练的整个过程 我们能够累积非常多的经验 改正我们一些我们在抢灾或是抢险的时候的一些缺失 如果真的能够如果遭到整个天然灾害的一个威胁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伤害能够降到最低 演练的重点不仅加强我们整个演练的工作 更是要以依据以往的救灾经验 真实来演练实际可能发生的救灾情形 在灾害的准备以及实际灾害上可以不断的进步 让我们各个单位透过这样的一个演练 大家都非常有默契希望把所有整个遇到 未来整个遇到整个灾害的时候 我们大家非常有默契情况之下 都知道自己分类的工作是什么 怎么样让我们整个灾害的危险能够降低 休闻箱公所将依据以往救灾的经验 真实的演练实际的可能发生灾害的状况 提升休闻箱灾害阴影的效率 进而保障休闻箱民生命产的安全 休闻箱为全国最大的面积 地形狭长相邻山区 且河谷坡度陡峭 每逢台风豪雨的时候 容易因为天灾造成生命产产安全的损失 进而演习来保障村民们的生命产安全 记得节目就像不到